那這個主題是透明貼圖 那什麼叫透明貼圖呢 我們稍微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個封頁 那這個封頁呢 它的陰影也會打在地面上 那我們在做貼圖的時候 各位應該都有注意到我們貼的圖要嘛就是 那麼就是平面的 那方方的 那要做這種不規則的貼圖要怎麼貼喔 事實上它還是貼在一個平面上 事實上它還是方方的 只是那些透明的部分你看不到而已 那我們的做法呢 有幾個地方要設定 首先你先增一個地板 再先增一個工業的平面 然後呢 接下來你在這一個工業的平面上面 先把影像設定 影像材質的部分設定 接下來請你在Transparency這邊 這個平面的Transparency這邊 把Alpha設定 0.0 把Alpha設定 0.0 把Alpha設定 0.0 然後再來呢 請你在Texture 這工業的Texture這邊把Influence裡面的 Alpha本來它已經是1.0 但是沒有打勾 請你把它打勾 打勾 那打勾完之後呢 這裡有一個Stential 如果裡面它沒有打勾 你就把它打勾 那接下來你這樣子做的話呢 你會發現你的工業已經好了 但是呢 它的陰影是一個方塊 陰影是一個方塊 這樣子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呢 必須要在陰影上面 顏色成 只接收透明 就是 應該說 只接收有顏色的部分 透明的部分就透明 那這個就是在Shadow這邊的Received Transparen 把它打勾 這樣子就可以 那我們就來做一頁 但是 要注意的是 你的 那個工業的圖 一定要是透明的 就是它的那個旁邊沒有樹葉的部分 一定要是透明的圖 那透明的圖 你不可能用JDG JDG沒有透明的功能 一定是用PNG或GIF 所以我們現在呢 我們先在這裡 準備了一個工業的PNG影像 這工業的PNG影像 你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這個邊緣的部分 都跟旁邊一樣顏色 所以其實它是沒有顏色的 那這個工業的影像 我們準備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 建構我們的透明鏈圖 好 那在這裡呢 我就先把這個立方體給看 暗訊的A 加上一個新的平面 把它拉大做地板 接下來呢 在上面 再按去A 再加第二個平面 這個就不用拉大了 看你要做大都可以 那 接下來我們 必須要去測這兩個材質 第一件是我們要設工業的這邊的 啊 啊 材質喔 然後呢 先把 圖片設完 好 因為Move 這邊我們open open的時候呢 我們就 open這個 工業的這一個 印 這一個 image 有看到工業進來 這時候我如果按照相的話 你會看到像這樣一個情況喔 工業是貼在一塊平面上 然後裡面的印尼投射在這裡 那這個顏色可能不夠亮 所以你也可以 呃 加個 燈破嘛 跟光瓢牆 一定嘛 也可以喔 那 我們暫時 不講 我們會 因為 它 很像 版的 太牆 看不見 好 接下來呢 呃 我們在 這個 工業的材質這邊已經 基本上都設定好了 但是有個地方 要打勾的 就是這個 挺不論的 阿法 這個樣打勾 接下來 呃 我們試的 啊 當我阿法打勾之後 你會看到這個工業 喔 它 呃 就是黑色的部分 有黑色的 但是呢 邊緣的部分會亮亮 這是 這是 好 我們把 Dencil也打勾 再看一下 那它的邊緣部分呢 就不會亮亮 邊緣部分不會亮亮 而且這裡 透明的部分 其實目前還沒有完全處理 透明的部分 好 那 接下來 回來這裡 回來這裡 啊 Material 這邊 那 你把 它這裡有個 Transparency Transparency 這邊打勾 這裡的阿法 阿法就是透明的部分呢 射成0.0 也就是說透明的部分完全不要顯示 好 那這時候你就會看到你的楓葉大致上已經出來了 但是呢 它的陰影居然還是一個方塊 陰影還是方塊 這裡要解決的方法就是我先選這個地板 選擇地板之後呢 我們 建立它的材質 在這個材質這邊有一個shadow 這就是陰影的部分 shadow這裡 請你設定 receive transparent 就是 直接說 有顏色的部分 其他部分就透明 那這樣子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工業 也OK了 然後 投射出來的陰影 也是OK 那你這時候 再把燈打亮一點 就OK 就把它插成一點 附畫 好 那這樣看起來的陰影 就很清楚 OK 那大概我們今天第一個要看的就是這個透明跌路 那這東西其實有時候很好用 如果你今天 想在你的 譬如說你已經套用一個很漂亮的背景圖 放在某個平面 遠端平面上面 那但是呢 你的背景圖上面沒有樹 你想加顆樹 而且讓這個樹呢 靠近你一點 而且有點立體感 這時候呢 你就去找一個樹的透明貼圖 然後呢 放個平面把樹貼上去 那這樣會沒有立體感 所以呢 當你把這個樹的透明貼圖貼上去之後呢 你不要只貼一個平面 你要貼一個十字 那你貼一個十字的時候呢 它的立體感就會呈現出來 你貼一個十字 兩個部分呢 就是一個十字不是有兩個平面嗎 這兩個平面上面都貼同樣一顆樹的貼圖 而且色成透明貼 這樣它的立體感就會很好 那這是一種偽裝 而且不會造成你真的用粒子效果去做你的動畫 結果到最後要跑了之後 發現立體效果的動畫會很慢 那這是一個例子 那各位請試試看透明貼圖的做法 那請各位去下載 因為你可能要找透明的圖片 不容易長 我這邊已經有一個了 透明貼圖這邊有一個transparent interaction 你把它下載下來 裡面已經有blender檔和透明貼圖檔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設定 然後呢 你把blender檔拿掉 然後 只用它的透明貼圖檔自己重建一次 那這裡有透明貼圖檔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一本 那如果你忘記了可以參考一下 那這裡有之前的錄影 你可以參考一下